請荒山亮老師請做講評 好 羅平今天這首歌 就是選擇用自己的口氣來演唱 其實我覺得是滿好的就是 也沒有特別去模仿原唱的 任何地方 甚至有一些地方 你自己做了一些改編 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慢慢建立你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方向是很值得鼓勵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 用太油的方式來演繹它 雖然你的眼神說明 那邊你也有稍微做一些表演 對 但是其實可以不需要 就有的時候太油也不好 有的時候表演過頭就會有點油了 我覺得這個中間的拿捏是很重要的 謝謝老師 王治平老師請 羅平你今天就完全選對歌了 今天這個歌整體說起來 我覺得其實就很有Feel 好聽 但是有些細節的部分 我會覺得有些字 你唱起來會有點硬 不要再編織藉口 那個織有時候你就會很織 就讓我瀟灑地走 那個走也是 都可以再放輕一點 像有些地方你會有一點喉音 可能有些人並不會那麼喜歡 可能會覺得你有一點啞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你的喉音 有時候聽起來很自然 就很Man 謝謝老師 好 黃靖倫91.6 葉諾帆91分 接下來看羅平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我個人在進步的羅平 今天帶來這首抒情歌曲 分數來到89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分數 我們的噴出是91.4分 謝謝老師 謝謝 是 今天是黃靖倫91.6的挑戰 衛冕者 但是我們諾帆 因為身體狀況 他也等於累積兩張黃牌 是 我覺得你應該把身體好好看一下 是 健康是最重要的 把身體養好 我們等你再回來這個舞台 而且他私下也滿自責的 眼淚躲框而出 對 傷心難過 因為這個舞台難得 千萬不要自責 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這邊參加比賽 然後我覺得就是 讓自己看一下 還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很抱歉就是我的身體 自己沒有照顧好 所以就只能走到這裡 希望接下來 趕快把身體養好 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回來比賽 對 身體要養健康 任何行業都是需要身體健康 是 健康是意 其他都是零 趕快去看醫生 謝謝諾凡 生命都是葉諾凡 曾在二十歲那年 發生重大車禍 經過長期復檢 好不容易恢復 成行動自如的體態 但他的骨盆、腰椎 都遭受重創弱 所以身體狀況 一直以來都非常虛弱 一旦不小心感冒 或是受點小傷 復原力都無法跟一般人相比面論 錄影前在上海拍攝新MV 因免疫力低 從感冒變成肺炎 在彩排時已經呼吸困難 相當難受 要不好意思 但運動員出身的他意志力堅強 只要還能呼吸 只要還能喘息 他就不放棄這場歌唱比賽 台灣那麼旺 謝謝葉諾凡 用生命唱出活著的意義 希望他早日康復 繼續回來參賽 No.1舞台 永遠張開雙臂 歡迎他 恭喜靖倫 91.6 今天挑戰衛冕者了 來 兩位請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